第3隻眼睛 第3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瑞士男子賈斯里 2008年當時 在阿根廷北部的沙漠地區 建造了一座專門給UFO升降用的機場 他聲稱 那是外星人指示他這樣做的 現在 這已經成為全球UFO迷 尋憂紡性的熱門景點 據阿根廷《論壇報》報道 這個名叫奧尼普特的UFO機場 位於沙塔爾省的城鎮喀奇附近 在過去幾十年來 沙塔爾沙漠地區 據說曾發生過一些UFO目擊事件 和其他無法解釋的超自然現象 之後沙塔爾沙漠就在全世界的UFO愛好者之中 變得非常出名 而賈斯里就自稱 在距離卡奇大約4公里的福特阿爾托 遇見指示他興建 在歐尼普特的外星人 時間是2008年11月24日的午夜時分 賈斯里表示 事發的時候 周圍一切都安靜下來 電力也中斷了 有兩個發光物體 在卡爾查基河上 約200公尺的高度前進 他們是實心的原型物體 具有金屬光澤 賈斯里說 他們後來停在他和朋友頭頂上 約100公尺的地方 投射出一度強光 奇怪的是 這種不尋常的光 並沒有影響他們的視力 這個時候 有個意念 就在他腦海中升起 這是命令 他說 他們透過心靈感應的方式 要求他建造UFO基層 這件怪事發生了沒多久之後 賈斯里就在福特阿爾托這個地方 開始興建UFO基層 而且是依照外星人 告訴他的方式來興建 這個基層 有一個大型的星形結構 總共有36度光光 每度光光的直徑 達到48米 是由白色石頭對砌而成 這個星形結構的中心部分 還有一個比較小的星星 它和鄰近幾個較小的星形圖案一樣 都是用顏色較為深的石頭 對砌而成 如果在空中虎視的話 這個UFO基層呈現的圖案 就可以一覽無畏 這個圖案的面積 巨大都令人嘆為觀止 吸引遊客紛紛前往 加斯里有一次被問及 他的Oniport圖案象徵什麼呢? 他當時是這麼回答的 我按照他們告訴我的方式來建造 這麼多年來 賈利斯和他獨特的Oniport 在世界各地都很出名 即使沒聽過UFO降落在賈利斯建造的基層 即使這個地區有毒蛇出沒 UFO的愛好者 依然定期來這裡觀光 賈利斯當時 漏了幾場下的鬍鬚 經常穿著德魯伊的服飾 而在著陸點興建好沒多久後 當地的人再沒見過他 目前他的下落還不得而知 一些當地人說笑說 他可能被外星人接走了 關於這個外星人機場 大家覺得是否匪夷所思呢? 有關UFO的話題 我們再和大家談談另一件UFO的事件 2021年的時候 波利維亞發生了一件離奇不明飛行物體的目擊事件 當地居民不但看到UFO 還看到大約30公分高的外星人 走出UFO 這個畫面令他們非常震驚 英國《每日星報》 引述波利維亞媒體的報導說 這種事件 發生在該國中部城市聖克魯斯 在三道光出現在空中後 大家看到一個外星人離開UFO 在街上走 嚇到小孩和年輕人 報導說 這個外星生物高30公分 有橢圓形的頭 和很大的眼睛 手上只有三隻手指 它看起來就像一種傳說中所說的 可能存在在美洲的吸血動物 卓帕卡布拉 最早有人聲稱 在1990年代 在波多尼國 見過卓帕卡布拉 報導提到 這個外星生物 在結束璽埔旅行後 就上回UFO 接著前往未知的目的地 只是留下草地上的圓圈形狀痕跡 UFO研究者 阿里亞加向當地媒體說 這個飛行物體飛入天空時 天空傳出爆裂聲 就像雷聲 此外這個物體好像會噴火一樣 當地電視台報導了這宗事件 並且訪問了目擊者 有目擊者試圖在紙上 畫出那個外星人的樣子 他看起來有很明顯的橢圓形頭部 聖克魯斯似乎是外星人出沒的熱點 而且 這不是該地區第一次發生這類事件 2016年 聖克魯斯居民聲稱 他們目擊到一個神秘生物 從UFO下來 在地面四處行走 甚至爬上樹 但是當地居民 在聽到句響 並且看到閃光 衝出屋外面的時候 那個外星生物就立即回到UFO 然後就消失 無毒有偶 前蘇聯一名警察也聲稱 曾經有不明飛行物體 80年代尾在該國一個公園降落 當時的外星人 在UFO裡出來 嚇倒了公園裡的小孩子 據《紐約時報》1989年10月11日的報導說 前蘇聯警察馬特維耶夫表示 他1989年9月27日 在佛洛尼茨目擊到太空船 在公園降落 而且有外星人在太空船走出來 佛洛尼茨距離首都莫斯科 大約300英里 即430公里 該市的居民報告說 他們看到直徑大約10英尺 即3公尺的深紅色球體降落在公園裡 馬特維耶夫向前蘇聯官方通訊社 塔斯社說 這不是錯覺 他肯定是個在空中飛行的物體 我當時以為我太累了 但我擦一擦眼 他還沒飛走 就在這個UFO艙打開之後 有一個身穿銀色防護衣 和銅色蝦 有三隻眼睛的外星人走出來 他的身高大約是9英尺 即2.7米 和這個外星人一起出來的 還有一個同伴 和一個機械人 他們排成三角形之後 機械人就變得很活躍 有個男生看到他們之後 怕得大聲尖叫 這些外星人在短暫消失之後 就帶著一把好像槍的物體回來 而且向那個男生射擊 讓他立即就消失 而在外星人和UFO離開之後 那個男生就重新出現 佛洛尼茨的居民 多次通報出現在9月23日 至27日之間的UFO目擊事件 但是前蘇聯調查人員到場堪測 只是發現金屬元素式的放射性水平 有增加的現象 至於在公園裡 目擊UFO降落的小孩子 他們都被分開審問 當被要求 挖出當日看到的景象的時候 他們都畫了香蕉營的物體 在空中留下X字樣 而被綁架的男生就機不起有關UFO的任何事 我們人類的現代科學雖然快速發展 但是目前仍是處於很低的水平 我們這個宇宙浩漢無銀 人類絕對不是宇宙之間唯一的智慧生命 看完這些UFO事件之後 我們人類是不是應該謙虛一點呢? 好了 今天有關UFO的話題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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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OK